大家好,很高興可以和你們介紹這套Discovery博物館的展品 我選了其中一個,貝加爾號蒸汽郵輪 我發覺我和它很有緣,而且我都覺得它很偉大 希望你都和我一樣享受它的存在 在1998年夏天,我記得那時我在地球最深的淡水湖 在游水和在喝淡水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我會在紐卡蘇這裡定居 現在已經超過12年了 還有,我又沒有想過我可以找到和我旅行經歷有聯繫的展品 在貝加爾號蒸汽郵輪,它真的呈現了泰西工程的精美 以及西伯利亞勞動力的堅強決心 更加表現了國際間怎樣互相幫助 去解決運輸工程的艱難 這個故事是貝加爾號蒸汽推動的火車破冰郵輪 你可以看到這個模型,就是貝加爾號的模型 它是由Armstrong其中一個造船廠來造的 這個模型主要是讓它銷售或展覽 它曾經帶它到不同的國際展覽去推銷 在1826年之前,1895年的11月,它推銷成功 俄國成功為替Armstrong訂購這艘船 為何要訂購這艘船呢 因為西伯利亞正在建一個大鐵路 它的大鐵路是冬天時做不到的 因為貝加爾湖已經太結冰 不可以運作 因為冰箱很厚,它不可以繼續建鐵路 冬天會停下來,所以它需要一個破冰箱 這個破冰箱用了一年時間 在Tai Sai的Low Walker全廠製造的 它是用了一吋厚的鋼材 長290英吋,闊有57英吋 你可以看到甲板有三條鐵軌 它三條鐵軌,裡面可以裝三架火車 每架火車都可以有20個車,25個車廂 加上它上面可以容納有乘客和機組人員 可以在那裡住宿 1896年就已經在Tai Sai的員工做好了 但是做好之後,又要把它拆回6,900個分件 每一件裡面,又要一邊是黑,一邊是白 然後再加印,將它所有的分件 都用火車和馬車 不同的方法,將它由英國運到俄羅斯西伯利亞 所有這些組件,就去到這個河 叫做Angara的河口 那裡已經同時做了一個船廠 就將這些分件重新組合 終於在1899年的夏天 就將這艘船到貝加爾湖正式運作 到1900年,即是冬天的時候 它終於成功了破冰 是4至5呎厚的冰 就由一邊,河的另一邊 去另一邊就成功,冬天都可以運作 當貝加爾號成功破冰 俄國又要向Armstrong訂另一張訂單 另一張訂單就是一個破冰 亦都是破冰船 它就是破冰導輪 沒有貨車在裡面的 主要是運乘客和它的貨物 蒸汽船Ancara 它是同一個船廠做在Lowalker 同一個方法,將它拆件 同一條路線,將它運回到同一個船廠 在西伯利亞船廠重新組件 不久之後,1905年 西伯利亞鐵號就完工了 完工之後,兩隻破冰船怎樣呢? 它們一樣都要做 因為冬天的時候 鐵路都有太多意外 山泥、天氣 所以它們冬天的時候 都一定是繼續運作 直到貝加爾號就做了19年 服務了19年的 19年當中 最後因為很多戰爭、內戰 它戰爭的時候 貝加爾號曾經運過軍火的很可惜 在1920年的時候 被炮擊傷得很嚴重 直到6年之後 1926年就終於拆件了 安卡爾號是比較幸運的 它一直服務直到1962年 1962年之後 它就很安穩地 已經在Equist博物館收留它 所以我另外一個旅行 是會回到貝加爾湖 去探探破冰船安卡爾號 所以希望到時可以再跟你介紹多些 謝謝 謝謝